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我们仍然有一些不可突破的特别是叙事情境的困难 今天我们新闻搜寻好单元请到的来宾是第二次来到我们节目的刘思明先生 思明本来在TVBS 可是这一次来换了工作了 换了头衔了 你现在是HTC虚拟实境内容中心的副总经理 对了 虚拟实境就是关键字 VR Visual Reality 我们知道HTC在很多方面都有超越性的投资和研究 而特别在VR这个环节上 这个领域里 它现在可以说是领先全球的一个状态 我们先介绍一下VR Visual Reality的技术 以及HTC它的领先内容 其实最近在热点上的话题有所谓的VR也好 AR也好 甚至有MR也好 其实简单的说呢 它都是创造一个虚拟的情境 或者虚拟的物件 我们先从AR来讲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 因为大家最近抓Pokemon可能抓得很凶 或者前一阵子大家玩Facebook搜购的M2 那个照相的 自拍的 突然就会浮现一个钢盔在你的照片里 你就套上去 这叫做兔耳朵也会 兔耳朵也跑出来 这种东西叫做AR Agmented Reality 对 它是扩增实境 它是通过一个城市 它把虚拟的物件丢到真实的世界里面来 这种逻辑 其实早期这个逻辑是这样说 我们这样去想象它 早期它可能是在我们手机上 在这个地理位置 物理空间里面有一个QR Code 在这个QR Code 我手机或者说我的穿戴物件 扫到这个QR Code之后 它就比如说长一棵树 或一只老鼠在那个地方 但是接着因为我们的脸部辨识 甚至空间辨识的技术增加了 所以它辨识脸 变成我辨识你的脸 在这个镜头里面辨识出脸的时候 我就放个兔耳朵 或者你可以选放个蝙蝠侠的钢柜进来 这个是一个虚拟实境 对不起 这是一个扩增实境 扩增实境就是把假的东西 丢到真实的环境里 那VR的概念不一样 VR的概念它是一个 显示器 你必须戴上这个头衔之后 它完全是通过 因为人类的左右眼 这个双眼中间 它是有距离 它是通过光学跟电脑运算的手段 把你放到一个完全虚拟的环境里面 但是你却创造非常真实的感受 我每次玩VR都会想到金刚精 我横河杀很多 到底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它是这个概念 所以在VR里面创造的 我们常常说 它创造了一个用户的刚性需求 就是说在这个状况里面 它是一个无远佛界的大荧幕 你直接存在在这个世界里面 并且你的眼睛 通过你的眼睛 它会让你的脑子去相信 你现在是存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知道在HTC里面 我们的demoVR里面 有一个是深海的场景 一个沉船的场景 我就亲眼看到那个女学生 你知道吗 因为她怕水 她带上去之后尖叫 一直叫一直叫 叫到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另外一个是 今天我听到一个很好玩的 就是我们有一位长官 是这个国防部的长官 那也是因为VR 也有作为这种训练战士用的 那我们那个VR场景 是在沙袋上面去打敌人的 这样子 长官一带上VR头盔之后 就往前一扑 因为要扑到沙袋上面 结果就跌倒 所以它是完全可以 你真的 完全你那你就必须相信那件事情 就你已经在这个环境里面了 他就摔倒在地上了 摔倒在地上 他就跌倒在地上 他就重心 因为你知道 这充分表现出 我们的军人 其实军纪很严明的 一拿到那个枪 马上就得就地扑倒 然后寻找掩蔽物 他就碰就跌下去了 这个很有趣 你让我们的国军将领们 都一起来玩 我们可能军力的丧失 应该会更加的认真 所以这个VR呢 所以后来这个VR 其实它被 应该说这样的一个原理 它你想想看 它这个感觉就是 你身在险境里面 或者你身在那个环境 但你又不身在那个环境 所以呢 其实VR其实很早就被运用到 比如说飞机上面的 训练机器的方式 或者甚至是军队里面 军队其实很早 尤其美国的军队是有采用过这样的VR的 其实VR的虚拟的环境 就在那里作为一个 早先是作为训练 这种大部分都用来训练 而后被开发出来 现在呢 变成是一个可以是一个名声消费的 这样的一个设备 是 所以 这里面会牵涉到视听娱乐 或者是教育训练 或者是还有许多的这种使用 但是我特别想提到的是 在不久之前 我看公事有一个青春发言人的节目 好像也运用了VR来做通讯 也就是跟人在巴黎的新任年轻的政务委员 唐凤做连线 有几个小朋友 是有这个 这是一个 当天是在 我们在HTC做了这样的一个 第一次的 应该是亚洲第一次的VR的连线 他这个概念是怎么样呢 因为在这个连线的概念里面 然后 唐凤他在巴黎 他首先做了一个 把他的 他的人 做了一个立体的八面向的扫描 这个要怎么解释 简单一点解释 就是3D列印好了 我们说3D列印 他把自己做了一个3D列印 列印出来一个 Avatar 一个化身 对 他的化身 长的是跟他一样的化身 就他 他就在 出现在VR的世界里面 那这个VR呢 因为我们HTC的VR 是有手上有手部感应器 而且呢 两边他是可以做 你的动作捕捉的 你是可以移动的 所以呢 他戴上这个头盔 拿上这个两只手的感应器之后 他所做的动作 相当于VR里面 Avatar会相应做出 一样的动作 那我们这边的学生们呢 就戴上了之后呢 一样 我们也是一样 在VR的环境里面 跟他互动 包括握手 包括说话 包括各种的动作 等一下 唐凤在巴黎的时候 手上是有握把的 他有握把的 那我们的学生 我们也是有握把的 那他怎么握手 我们也是握 我握的是握把 对对握把 相当于你在里面的手 握把 所以这双方的体验 都会感受到肉接到肉的 是不会有那个温度 是不会有温度 动作上 但你的视觉上 你可以看到 你跟他是有接触的 是 对那你可以看到 他的肢体的语言 那所以通过这样的 事实上呢 唐凤有讲一个 就是我是没有 亲耳听他讲的 但听我们的 这个在做这样的一个人员 在告诉我说 唐凤他认为 在VR的世界里面 人将不再会有 未知高低啊 或者不再有长相啊 各方面 你跟对这个人的判断 是完全来自于他内心的 他表现出 为什么Avada可以改变嘛 对那个偶是可以改变的 可是他说 我们的人常常会因为 看人的外表 或者看人的怎么样 而去对这个人 先存在某一种的判断 这样 那他认为 他认为在这个 这样的一个沟通里面 他去创造人跟人 心灵真正的沟通 这样很直接的沟通 因为双方都戴上了头盔 对对 脸部的一部分 是被隐藏起来 是这个意思 你不再看到 你的衣服是可以改变的 你的样貌也是可以改变的 对 但是他呢 他所表现出来 就是行为者 我本身我真正想要说的话 所以直探人心啊 简单说直探人心 如果你说的是真话的话 对对对 好 HTC在开发这个VR的技术上 据说是获得了领先 那么到底是哪一些可谈的技术 可以为我们做一点介绍 先说明我不是技术方面的专家 所以呢我能够去提供的可能 在收音机前面观众朋友可能有的是更加是专家 但我就比较就一个比较 应该是一个大面向的来看 现在目前在做VR这个机器 在做VR这个设备的 大概全世界的各大巨头都在积极的在经营中 包括像Facebook他收购了Acurus 包括Google Google最早有一个用硬质板折出来的 它是用光学的概念 包括Sony马上要出来的PS的 PlayStation 包括三星Samsung 包括我们HTC 这里面最大的差异话是这样 就是说其实VR目前的设备上面来说呢 低端跟高端的体验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先撇开低端的体验来 不讲一般的VR里面来说呢 你只能看你不能动 你只能通过那个机器看到一个 那个设备看到一个360度感觉的影像 那就是低端 低端的 低端的 就包括我们说Google用折起来的 你只能是潜藏极脂 那你没有办法去要求到画质 也就是说呢 一般这比较低阶的VR 不要说480P啦 就是480P都达不到的 达不到的 画质是非常不好的 OK 那中阶版的呢 OK 它在画素上各方面来说 大概可以达到480P 然后呢 第二个是 它可以像Sony的是 可以坐在那里头转动 影像跟着转动的 影像会跟着走 也就是你身体前进一点 也就会变比 对对 它会改变一点点 它会改变一点 但是基本上是人是坐着不动的 人是坐着不动的 但Sony的话有 应该是 据传闻 它是有握把的 它是可以变成里面的枪 或者是什么东西的 这样子 可以操控一部分 人类的手部 U2手部的动作 对对对 它等于就是有一个互动界面的存在 好 这个是Sony的状况 这也是中阶的 中阶的 对 也不能这样讲 不能定位是中阶 因为其实它 待会我再解释 再细一点 我现在说的是大的 比如说 但我们HTC的是 我可以在一个5x5建方 5x5 5公尺 x 5公尺的环境里面 去做移动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两个动态捕捉的Sensor 有两个动态捕捉 第二个 我们有两个手把 也就是说 我们是唯一可以在里面运动的 那当我往前走的时候 影像是往前走的 当我往后看的时候 影像就是后面的影像 我们有一个游戏是打僵尸 大家就在那个5x5建方里面 哇 纷纷的这个前扑后继 你是可以动作的 可是5x5建方 你走个三五步 也就 也就到了 对对对 那么你如何去持续一个在 visual reality 那个假的reality里面 应该可能有很长的距离 你在走的过程里面 你会知道你在那里运动 但是呢 你不会觉得 你只走了5x5建方 这样子 然后呢 但是你走到边界的时候 边界会有一个 很像柵栏一样的 隔壮的东西 你会知道你到了 你到了边界 因为出去的时候 Sensor会感应不到 是 但是我们是可以行走 可以运动 手部 比如说你拿着那两个 那个感应器 它可能在里面 战战游戏就变成 变成是枪 那主菜游戏 它就变成是锅铲 所以它的互动性 是特别高的 那当然啦 也就是相应的 它的 它必须提供的内容 它的复杂度跟困难度 就相对就提高了 它必须要在一个 游戏引擎里面去做 我的问题还是要回到 刚才那个 可以更请你解释一下 我如何去感受到 或者是更真实的感受到 在五公尺里面 我走了一公里 没办法走一公里 没办法走一公里 就是你探索 因为你还是可以感受到 你脚在动 但是因为你 游戏的场景 通常它 我们 比如说啦 我看过一个 它让你 这个游戏是 翻越沙漠走的游戏 它是这个游戏 但是呢 它必须搭配有一个 这叫 这叫什么 它必须搭配有一个 体感的设备 它那个体感设备就很类似走路机 跑步机 所以它是有辅助设备在里面 对 我看到还有那种拳击的 它摆个沙包在前面 所以这个就是 其实VR的产业的成熟度 从这个地方看出来 它的探索者 它的开发者 其实是从整个产业链条里面的 每一个环节都切进来 而且非常积极的在发力了 我在看那个VR来说 从设备 从赶触棒 从刚刚说的周边设备 还有脚踏车上面 你是骑脚踏车 所以它把VR跟脚踏车连接在一起 跟脚踏车是在原地跑的 但你确实骑起来满头汗 所以它这个就被用在健身 所以各方面 方方越面的 有的不用手把 还真的给你一把枪 所以 还真的有 它真的做一个枪 它相应于你的机器 那么它的投资 不是成本会开发会很大 那它都 要多少人的使用跟玩耍 才能够回来它的成本 我觉得其实现在的VR的发展 其实简单来说 它是很橄榄球状的 我所谓的橄榄球 这个产业很橄榄球状 应对来讲 就是说 谁会投入VR 因为VR的状态 它就是第一种投入的是 橄榄球的左边 很多的新兴团队 三五个年轻人就上了 不管它做什么样的游戏 它等于它做了一个 它做了一个model出来 那接着就准备被并购 准备被买走 为什么 因为它创造一个好的idea的时候 这些大二们马上就下手 第二个是右边那一端 右边那一端就是好莱坞 这些大的游戏开发商 这些非常巨大 为什么 因为他们并不在乎 所谓的眼前的量入为出的收入 他不是这样在看 他是在看 他算的是像高盛投资机构讲的 VR三年五年之后的爆发力 他有多大 说号称1700 不要号称 是真的 我们的估算1700亿美金 相当于notebook上面 数字是不是这么详细 我有点忘记了 但是他们演算之后 乐观的产值 等于电视萤幕加上这个notebook 笔记本的这个市场 所以他们已经在为那一端的开发 在做准备了 所以我发现说 尤其像中国大陆 包括习近平 这个习大大不是在G20里面发布 他说如果这个VR跟实体经济结合 将会带来一次 这个非常大的大妖精 类似这样 我没有背他的全文 就是说你会发现说 几个比较在商业密集 资本密集 甚至知识密集的几个区域 他开始在完全把力量投注在VR这个市场上面 所以这也就回过来 为什么说我对这个市场觉得乐观 而又交集的原因 就是说你会回过来说 那我们台湾现在呢 你这正好提供我一个下一遍一个问题的影子 那就是我们HTC的产品 我刚才在说在某些技术上是领先 到底领先的程度如何 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9129号星期四 新闻搜查单元 访问的来宾是HTC虚拟实境内容中心的副总经理 刘思明先生 思明是第二次来到我们节目 来谈谈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问题 HTC开发的这个VR的设备 它是好像随身还得带一个电脑 对 可以大致上我们介绍一下 它的这个性能 以及在全球的虚拟实境设备的产业上 它的领先程度 首先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就整个全世界来讲 能够投身VR 而且产生具体的这个影响力的真的不多 就是那四五个人 四五家 那我觉得很难得是台湾的自由品牌HTC 就站在这个世界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点里面 而且就整体来说 我们的技术几乎领先了半年 刚刚除了说体感的移动之外 刚刚说的画面的解析度 画面解析度其实很重要 画面解析度上面来看 其实大家从那个YouTube上可以感觉得到 当你家的那个网路流量很好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1080 比较烂的时候会变成720 最烂就是480 它会一路烂下来 它这个是个画面逻辑 其实这种影像的感觉是回不去的 第二个是VR里面移动的感觉 是回不去的 它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360的影片 所以像以我们HTC来讲 我们的那个帧数应该 所谓的帧数就是一秒 一秒 这个很像翻书的速度 以前我们在画动画 不是画很多人在 一秒多少格 一秒多少格 电视一秒是24格 电视30格吧 有24到30都有 这个格数就是你要 你做出来的那个帧数 电影原先是24格 电影48 电影到48 像那个李安里导演 这次是做到120 对 那这个帧数在 在HTC是做到90 一秒是90格 大概如果做到一秒是120格的时候 那时候头就不太会晕了 因为这个 这个关系到 因为其实人的视觉 它是一针一针这样 连续性的让你看到 所以你的每秒的延迟率 这个是跟延迟率有关 延迟率越短越好 所以你帧数多 延迟率就会短 你的头部会晕 第二件事是VR的视角 我们人的视角 我所谓视角是你头部移动 你所能够看到你的前颈 跟左右颈 它的整个的范围 约莫在120度左右 就是连余光 真正focus是前面的 那个90度 我们家的大概可以做到 110度左右 有的只就是 有的就是90度 所以你看到周边是萌萌的 很模糊的 很模糊的 或者刚刚说 如果你只能把它 做到480P的时候 你算出来480P的图像的时候 你不能近看 都是糊的 你会看不到 这个里面影像人的脸 所以它要作为实拍的时候 就会比较困难 这样子 那当然了 移动那个是最大的 不一样的地方 那但是呢 现在来讲 那个VR大概分成两种 目前市面上 两到三种 应该是三种 高阶机种的话 就是像HTC 这算高阶机种 Oculus也是 它是有PC在旁边的 你有一个电脑主机 为什么 因为刚刚说 这么多的演算 它都得靠电脑的PC去演算 它负担的任务是很大 这么多的图像 这么多的动作 在游戏引擎里面演算 它是非常复杂 所以它需要一个高阶的电脑 第二种呢 就是大家比较看过的三星 是用手机插在 插在脑门上 插在脑门上 对 这个插在脑门上 这个逻辑是这样 所有的演算是你的手机在演算 是它是通过手机演算 接在一起 所以您知道这个演算 手机演算能力本身 就并不是非常的强大 再加上这样的一个组合式的 所以它的体验就不是很强了 那第三种是 大家比较投入的一体机 就是呢 也不差手机 它直接是一个穿戴装置 一个亏在前头的 这个目前大家都致力于 在发展这件事情 对 那 唐凤它使用的设备 HTC 是HTC 不然它没有办法走跟互动 是 听说它都会带在身边 它随时都会带在哪里 对 这果然不同于常人 它是你们的火广告 果然不同于常人 但是我为什么会 不断地在询问 技术上的问题呢 因为台湾也许 领先一个阶段 很可能还会有人会 逐渐从最近来 所以我们应该在开发 这种VR产业的同时 除了技术上面 想要持续保持 恐怕还得在内容上 去或者是在应用的平台上 光是这两个支点 如何去 替台湾打造出新的产业 我非常好奇 其实VR这个产业 我认为它正巧来到的 这个关键时间点 是一个科技跟人文的黄金交叉 科技的技术在进步 人文的技术 有没有办法跟上来 其实我们 我原来是做这个 影视音乐背景出身的 是 我们都能够理解 比如说就算以电影来讲 电影一百多年的历史 好 一百多年的历史 才演化出电影一定的方式 电影的镜头 语言走位等等 甚或再说的更仔细一点 大家一定会 我相信观众朋友 一定有感觉 舞台剧 电视剧跟电影 虽然都是表面上 很类似的东西 但实际上 它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 包括演员的表现都不一样 所以今天来说 以VR的整个领域来看 其实VR领域很简单 中间把它 如果它是西瓜 把它切一半 左边这一半 是属于动画游戏 它是属于用画出来的 用画出来的 我们不管是用CG 或者是动画 右边那一半 用拍出来的 用拍出来 我觉得这样去理解就好了 画出来那一半不担心 原来做游戏的人 原来做动画的人 它很会画的 对对对 它的转换率很高 这事对它来讲没什么 本来就是在那个游戏的 剧本游戏的场景 框架里做事 现在换一个 很容易 可是另一半 右边这一半 真人实拍的这一半 是非常困难的 对了 你刚刚提到了游戏的这一半 我想到的 比如说 从前跳柵篮跟抢蘑菇 对对对 或者是挥的刀杀怪兽 对 这个你到VR里头 你大概换汤换药 对对对 它的体验是更真实 可是如果是到拍出来的这一半 就有问题了 因为viewer 也就是观赏者 他已经不是传统 完全被动的接收 对 舞台或者是电视荧幕 或者是电影荧幕 上面所提供的这个讯息 他应该有个主动的 主动性是他的渴望 那才叫体验 对 这个大顺老师完全是有深度研究 没有不敢 这个因为结构出一个VR的故事 好 我们先来思考 就是说 当你身在那个环境里面 你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如果一个处理不好 其实我们看过很多VR 大家实验性拍出来的影片 都是些什么 你会感觉到他都是一个3D监视器 他摆那 为什么 因为VR的镜头不太能动 他一动的时候 人会产生眩晕的 如果动太快 为什么 因为你眼睛在动 其实你身体没有在动 你感觉到眼睛在动 身体没有在动 这个地方会有一些不协调 所以你会晕 所以VR里面 包括从运镜开始 说故事开始 它都跟传统的戏剧结构 完全的不同 所以包括就是说 大家在说 演唱会用VR的形式去拍 其实有时候拍出来 会让你看的时候 也不知道该 该嗨呢 还是不该嗨 因为你没有互动 这件事 那我怎么去让 那当然也有一派的说法是说 让观赏者成为剧里面的一份子 可是有一点很难 这个就是说 当我现在拍一个剧的时候 观赏者首先要对剧情里面的人物 跟故事 首先必须产生投射 跟认同 我必须先进到故事里面 可是VR的难度就是 如果你让他在360度发生各种事情的时候 观赏者他忙着转头 他根本来不及投入 他也不知道他应该跟谁产生什么反应 对 或者原先设定在剧中的人是友善的 还是有恶意的 对对对 他应不应该接受他的邀请 或者应不应该回答他的问题 有些时候我想过了 在VR里面的那个角色 可以来邀请观赏者说 比如说我向你问路 对对 可是你万一不知道这条路在哪 对对对 或者你知道了 你不想讲也有可能 对对对 所以这些个体验就会 就会使得原先被动观赏者 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去主动的参与 他所要体验的内容 对 怎么办呢 台北FM98.1 News98新闻台9月29号星期四 产生主动性的 而且一次到位的戏感 你可以举例子吗 我其实在看了很多一些作品 都感觉到就是那是一个立体监视器 监视出来的3D画面 我举个例子好了 好莱坞一个help一个电影的导演 他花了500万美金还是700万 我忘了 做了一个大概3到5分钟的骗子 那这个骗子他讲的就是一个 他其实骗子拍摄的非常屌 他是讲外星人入侵地球 你在里面就是跟着大家开始跑 你知道吗 那你很忙 一直在看左边看右边 哇 左边有外星人突然飞碟掉到地上 右边从地上跑出来一个外星怪物 接着就大家往地铁站狂奔 警察冲过来 有人被车撞到 你就一路在跑 但这个过程中应该说 你体验了紧张感 你的身体有了体验 你身体很多的体验 但是你缺乏心理的体验 这个事情怎么讲 这个事情就 他很像这样说 比如说我举个最近很红的电影 叫失速列车 失速列车之所以被年轻人 被大家一直赞颂的是 除了身体的体验 僵尸在跑那种恐惧之外 他有很多心灵的体验 他胖气到你心灵上 其实还蛮大的 就是他的形式 我觉得电影需要一种心灵的体验 但现在最多被应用在VR的影片 是鬼片 都是很 exciting的 他刺激你的感官 但是进不到你的心灵 所以回过来说 其实我刚刚说 VR是科技跟人文的一个 交汇的一个产物 就是当大家不断的在强调 VR的技术 VR后置 VR的设备之外 我发现到 VR的核心 人文 怎么说这个故事 是没有人 现在没有人在 在全部发力在这个时 因为 因为不知道该跟谁说 也就是我们 viewer 体验 体验者可能会觉得 我进入了一个不同的现实 甚至我也看到了各种异样的风景 哪怕从海底到天上 我也可以跟外星人有程度上的接触 问题在于我的心理 究竟我带着什么心情来的 说不定我看到外星人多么可怕 我看到僵尸多么可怕 我觉得太好玩了 要上去摸一下 那他就没办法跟我 其实这也是我自己 就跳开来 自己毅然决然 就是说 从原来我所熟悉的影视音环境 一脚要进入科技 因为我认为 有这些刚刚说的人文的精华 全部在这帮子像大春一样 这样的一个在影视音书写 或者是文章的人文环境里面 都满脑子的灵感 满脑子的概念 碰到VR就挂了 但他必须有一个 他有一个桥要走过来 那这些人如果他不走过来 那因为是科技人在做内容的时候 这件事顶了天 我对不起 我不是说科技人不好 是大家脑子结构不一样 他可能都是属于右脑发达 或左脑发达 这件事情你必须要让 这种文创的这一类 充满创意的音乐人 影视人 写文章写故事人 能够从这个管道上进入到VR 我看的是好相反 我看到的是原先在影视音方面 号称豪杰的这些个英雄人物 面对VR这种 那么看起来开发 那么成熟 或者说这么新颖的 纷纷撞壁 纷纷撞墙 而且再也出不去 就知道说 原来我不是豪杰 这也不错 其实应该这样说 我觉得 我还要回到那件事情 说其实VR 我们刚刚在谈 不管是我怎么拍 它是个表现手法 其实回归到最核心的 应该是一个适合VR的故事 是什么 或者适合VR的演唱会的场景 是个什么 那这个场景的逻辑 我曾经说过 就即便它不是VR 它就已经要很屌了 而不是说我靠着VR 让这个是变得更屌 就原来它是一个故事 演唱会我就有一点怀疑了 因为如果每一个观众 都需要五乘以五公尺的一个空间 那才能体验的话 那么这五乘五的空间里头 有多少人可以放进去 他要卖多少张票 才能够符合他的成本 演唱会应该是远端的 就是我在远端在家里面 看到比如张大春演唱会的直播 是这个概念 我带上去 我现场我即时感觉到 我在现场 为什么要我开演唱会 我鼓励你 我鼓励你 它是这个概念 是我直接就可以参与现场 的这个概念 这样子 是 好 我们还是要回到刚才 我比较有 积极有兴趣的一面 如果说 我们想要用传统的影视作品 尤其是说故事的 或者甚至是纪录式的 纪录片这样 是 能够运用 VR 这个 波音平台 这个系统 来 完成一个娱乐效果也好 或者教育的效果也好 那么核心的问题 也就是创意的来源 应该从哪一些问题上 哪一些角度去找手 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 第一件事情是 这个产品 VR化的刚性需求在哪里 对于观众或对于所谓的用户来讲 这个东西VR化的 有没有一定的意义 比如说我要走到火星上面去 把它VR 这个是有一定的意义 因为我走不上去 我觉得要先去思考 这整个大环境背景 这才会去创造 我观众我想要走到你的 这个世界里面 接下去 当我进入这个世界以后 观众的定位点 它到底是用一个参与者的角度 还是一个上帝的眼神 你必须设定好 观众的位置应该被明确 被明确化 第三个 你必须先解决到 观众跟你所 跟你所讲的这一段故事的情感联系 你必须创造一个情感联系 否则它无感 你再怎么样就无感 假如观众很喜欢看甄嬛传 那原来甄嬛传 已经拍成了一个故事片 而且播了几十集 大家一看再看三看五看 现在我很想体验一下甄嬛 它值得做成一个VR产品 这一种 这应该是说 IP扩增IP的概念 对不对 一个已经是一个很棒的版权了 概念的时候 通过VR的展现 让我更贴近故事或角色 它绝对是有价值的 因为粉丝经济 我们已经看到不管网红经济 主播经济 粉丝经济创造的效益 在全世界各地都在 纷纷在萌芽 所以你说过一个 一个红星的VR的见面会 它躺在 或者它躺在你床旁边 唱歌给你听 这一种 它觉得有效益 但是这样的效益来讲 我觉得更要去讨论 如果它是一个VR的原生产品 会是怎么样 像您刚刚说 甄嬛传 如果我通过VR去做一个 甄嬛传体验 甄嬛传的体验VR 包括你可以感觉得到 你带上那个东西是什么 你感觉到你是皇帝的时候 坐在那里 别人来跟你讲话 或者你是后宫 正在逗的那个太后 心里在想什么 它可以创造很多 有趣的形式 可是它只有一个小小的片段 它应该不会超过20分钟 对对对对对 因为它有它天天的限制 这个逻辑就是说 比如说你现在这样 这样子 然后在华山办个海贼王的展览 是这种逻辑 它是比较属于 我做一个event的逻辑 它比较不像是我做一个原生的 您知道最近在纽约 有一种全景式的舞台剧 我听过体验 上下六层楼 对对对 演员跟观众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 然后随时各种故事都在发生 我觉得这一种就还蛮 跟VR的概念还蛮有类似 但是因为我没体验过 就是说我去听那些去体验过的人 他说他在那个里面 他可以跟环境发生情感 跟人物他会去注意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VR具体的 可以去帮助他 Visual reality 更重要的可能不是visual 是mental 对对是mental 或者是spiritual 对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看 这个产业的未来 可能将来我们还可以再来 在来 神不上再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Visual reality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